昨天4月15号是艺术大师达文西558岁的生日 在台北展出的达文西特展正好遇到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因此找来了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图案 灵感就来自于这个融合了达文西500年前的发明 而且把图案做成的纪念T恤 一 圣大师之地 拉萨银色布幕墙上出现了设计新巧的图案 仔细一看竟然有耶稣 自行车 还有计时器 原来这个设计的灵感都是来自于达文西500年前的构想 一人小巴和摩托尔穿上相同图案的潮梯走秀 这不是服装发表会 因为4月15号是达文西558岁的生日 主办单位找来设计师创作出这款纪念T恤 要庆祝这位天才的诞生 其实他最创意的地方是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在穿潮梯 但是如果能把潮梯跟艺术做结合 其实是一个就是更有内涵的表达方式 墙上的英文字是写错了吗 不是你眼花 是设计师模仿达文西特有的书写方式 把英文字母从右写到左 下写到上 说的就是要祝他生日快乐啦 达文西特展的期间 正好遇上达文西558岁的名单 主办单位特地邀请1000位民众 把对达文西的敬意写在小卡片上 也借此希望大家一起来看看除了画作之外 一位活在500年前的人有什么惊人的发明 中天新闻台北总和报导